哈囉 嗨 姐姐 Oh my God的愛玲 妳好 妳好 是我愛玲 沒錯 Oh my God 你看得很好看嗎 阿里阿里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你可以手褲鋪手褲嗎 妳就這樣嗎 對囉 Oh my God 妳可以彈彈 台灣小姐 妳也洗了 妳也洗了 好美 那現在 我們要跟愛玲穿仙子裝 坐下來聊個小便嗎 可以啊 好 我們來小聊一下啦 請坐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好 既然今天我們跟愛玲已經換完衣服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小聊一下 想要問妳說 其實妳在這個選美的過程中 妳有沒有一些就是 從來沒想過的 我覺得到那邊地墊最驚訝的事情是 全世界參賽的有24個國家嘛 然後我以為 大家都是會動完手術啊 結果裡面只有我動手術 好像只有三位有動手術 我其他都是 都是還是有帶著 我大驚訝 就說 這麼漂亮 冠軍 亞軍 季軍都沒動手術 但是這個是有規定說要動手術才能參加嗎 以前是規定說不動手術才能參加 因為妳動手術就是有一點點優勢 那現在是開放 就是妳有沒有動手術都可以參加 優勢在哪裡 優勢是妳的荷爾蒙 妳男性荷爾蒙會比較少一點 妳的可能體態會比較女性化一點 那我是男性荷爾蒙 太多了 可是有一個悲傷故事就是 這次的冠軍喔 他有跟我聊 他其實很想動手術 但是他不能動 因為國家已經栽培他那麼久了 他動了他就已經就是會喪失那個頭銜 栽培他什麼 選美啊 他是職業選美 可是不是說現在不是動了也可以選嗎 只有那一個 只有那一個是兩個都可以選 但其他的選美就不能 而且妳動了 妳沒有那個反差感 就是妳男生然後很漂亮 跟妳變性 然後女生很漂亮 是就不一樣的等級 不一樣的等級 所以他自己就也是很痛苦掙扎 蛤 那裡面有沒有 妳覺得感覺 大家看起來都很好 但是其實對妳沒有那麼好的 有 有嗎 有 就是我昨天一開始呢 跟寮國的姊姊很好 因為她會講很多國語言 甚至連台語都會 然後在決賽前有一天的採訪 她就在決賽前的採訪就跟我說 妳要叫我 故意用中文講 然後她幫我翻譯 對 感覺她好像很厲害 然後可以秀這樣子 結果麥克風遞到我的時候 我就直接說英文 然後從此以後 她就批讀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 沒有交流 就把韓國小姐跟日本小姐拉到她那桌 就想要鼓勵我這樣子 可是妳也是因人家一道耶 因為妳不是跟她講好了嗎 我沒有跟她講好啊 我沒有跟她講好 她是希望我這樣做 然後妳怎麼回答她 我沒有回答 因為我認真要到我眼很痛啊 蛤 那這就是我羅生門啊 因為她可能覺得妳OK 可是妳當場反悔 她覺得可能是妳搞她之類的 我搞她 可是她就是每個人 裁判就是單獨回答 為什麼又要一個境外的人 這樣子翻譯 對 但是妳當下就跟她說 不行 我要講什麼語言 好 妳就直接當面拒絕 對… 好作意 所以好吧 那聊過直接 就是就 愛理不是故意的 好 那 除了這以外 有沒有人真的對妳特別好 她對我特別好 我覺得 美國小姐對我特別好 我本來喜歡她在那邊的時候 比較少人跟她講話 有可能是因為她的英語太好 就她那個口音太流利了 我其他的小姐就是 講得跟我一樣爛 My name is 這樣子 就口音很重那一種 然後所以其他小姐很害怕跟她講話 但是我覺得 我也是去玩的 然後去交朋友的 所以我就跟她比較多的交流 然後她就會 送我很多東西啊 然後甚至跑來我房間 陪我一起睡啊 但是我只能說 因為有口音是一件很性感的事情 像到美國家這樣 講成那個性感 不會啊 你很有自己的文化啊 然後我每次那個留言都在 欸 英文該加強囉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他們 你只要會懂裡面的東西 但是你有口音 我覺得口音是一個很性感的東西 對 你看我就是去15天 還不是有正常交流 好 那我們要回溯在更前面一點 你為什麼會想要再突擊開探 我最近一開始那時候其實是我剛開始想要變性 很早的 那時候你應該還小吧 大學啊 那時候大學以前 對啊 大學啊 大學 但是我 我高高中的時候就想要變性了 但是那時候沒有什麼資源 然後也不敢 那中間在大學的時候放棄過一段時間 之後在大學 又想要重新撕灰女裝的時候 就跟爸媽說 媽 我想要變性 我只是通知你喔 我沒有要求同意 但是一個人在家裡穿女裝就很無聊 你頂多拍照 拍一拍然後上傳到FB 但是 久了久了你就希望有人可以當面稱讚你 但我又不敢穿出門 我覺得好尷尬 我不敢穿出門 對 我那時候是很害怕的心理 大媽是什麼反應 媽媽就沒有反應 然後就 摸摸開始掉眼淚 就是邊騎車邊掉眼淚 但是爸爸的反應蠻激烈的 爸爸就覺得說 你毀了我的一生 你毀了我的一生 兒子 姐 那現在是OK了嗎 S 媽媽OK了 但爸爸還在 對 因為爸爸比較糾結在不能傳統接待的事情 那我爸要穿啊 哈哈哈哈 好你喔 喔 剛剛還沒講完 就是因為 我想要穿女裝給大家看 但是我不敢走出去 所以我就發現有一個 可以安全穿女裝給大家看 給大家稱讚的地方 但是 又可以保證我人生安全不會被打 就是Twitch 然後Twitch就規定 那時候只能打遊戲才能直播 對對對 所以我就只能穿著女裝 然後加一點打一下遊戲好好隨便吧 那其實實質是想穿女裝給大家 所以你有看聊天室嗎 那是很可怕 百分之八十都罵我吧 什麼你對不起社會啊 什麼你不該出身啊 什麼就是 就是很人生攻擊 因為那時候我看的時候我想說 哇 還是要坐在那邊一句話也不講 然後就打遊戲 然後聊天室一片漫漫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都沒有什麼跨性別在做YouTube 或是做網紅類的 就變第一個的時候 你就是吸引都很多跨過 那你那時候也不是跨性別啊 對 那時候還沒跨 就是那時候是未年 你會難過嗎 那時候超難過 就是每天都會躲在家裡 有廠商然後偷哭 就覺得自己只是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還是被攻擊就覺得 對啊就沒有做什麼壞事啊 然後還又罵這麼兇就 我們要 我們要開放 Be open minded 開放不是說 我好開放 不過那時候因為大家可能就是海嘯 但是現在搞不好會不一樣 那個其實老實說 我自從我那個 Facebook開始做了之後 很多以前在Twitch的觀眾回來說 我當初不應該怎麼樣那樣對你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欣慰 我只能嘗嘆一口氣就覺得 勇敢做自己最好 就還好有堅持下 不過我想問的是 再讓你選擇一次 你都會這樣做 再讓我選擇一次 我覺得我會更早就做 我覺得我的心態 在以前太不勇敢了 那時候哪裡有錢做 就要想辦法啊 你不要指手術 你可以先從服藥 或是女裝打扮開始啊 可是你想要做手術 你就是很想啊 想是因為那個地方 帶給你不愉快的感覺啊 你就很想把它切掉 就像是你手這樣長一個很大的泡泡腫瘤一樣 你每天看到它就覺得好痛喔 那所以你有打過手槍嗎 有 我有 但是我除了有打過以外 我只看到它是起反應狀態 我很想拿刀把他丟掉 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超想死 所以我都穿超緊超緊的那個 你說預防它 緊到它就是動不了 所以我這輩子沒有穿過四腳褲 穿四腳褲我會超不舒服 我會超生氣的耶 所以我不能讓他感受到那種晃來晃去的感覺 我之前有拿刀就是超 就是錯誤示範 這超痛 千萬不要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 那你現在就是也不能打啦 那你平常不會玩耍嗎 你說變性手術之後怎麼解決 對對對 想玩耍的 我跟大家說一下好了 變性手術出來的妹妹 有幾點跟一般女生不太一樣 第一個就是沒有卵巢沒有子宮 不能懷孕然後沒有月經 然後接下來就是水量有延遲 變性手術後的妹妹一樣有水 但是她是會有一個感應延遲 就是你可能興奮的時候 還要再過一分鐘或兩分鐘 她才會開始有水 那所以如果開心的時候也是 像女生一樣的感受嗎 對 這是我變性之後才發現 原來女生的去做這件事情是 比較全身性的感受 跟男生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是感受過兩種的人耶 對啊 她說那男生是怎樣的 男生就只有那邊說而已 男生很單調 就吃芥末進去然後就會 啊好沖就這樣 但是如果是你吃了今天黑鮪魚 然後整個融化在你那個就是 噢這里面也很好 是不是 欸其實你覺得不是這樣是不是 你覺得得達到心靈相合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全身都很爽 那艾里最近有什麼火動 就是要跟大家宣傳 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我的故事 可以參考我的書 我的靈腰同學 那哥拉實體通路都有販售 然後接下來我四月份準備募資 我新的商品白梨翠 專門做透白保養皮膚的膠囊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艾里 讓她頻道在這邊 大家記得去追隨訂閱 謝謝我們的艾里啦 謝謝 大家掰掰 謝謝 大家好 謝謝 阿多寶 謝謝 謝謝 謝謝